欢迎本期 坤哥教你骑 本期内容是如何利用反脚的动作 提升你的整体车感 如果很多车友在你练习后轮定 等等动作的时候遇到一些瓶颈 无法再去提升的时候 也可以利用反脚给你进阶性的帮助 我们现在推出了很多期的教学了 很多车友在练习过程中 已经练习到了后轮定的动作 在练习后轮定的动作 很多说我很难去把这个动作做得很稳很稳 然后定在一个点上 这个时候其实需要你身体上的提高 在你日常过程中要增加你的力量训练 反之而已 你可以再用反脚去提升你对车子的感觉 怎么说呢 就是当你会了正反脚 当你会了电后轮以后 你可以将电后轮的动作降低一步 变成定车 将你的反脚上去订车 找找感觉 然后多去加以练习 因为在反脚的在前的时候 你会重新学习一下这个动作的过程 同样增强你对这边动作平衡的认识 正脚的 你自己最熟悉的方向的一个订车 是一个最基本的 然后再将你反过来以后 向你不熟悉的一个方向 再进行订车 然后把这个不熟悉的方向也加深住 同样在这时候你将你的反脚在前也去订车 这个时候你就会体会到更多 比如说我的反脚在前就没有正脚在前订熟练 但是你要去努力加深一下去练习 这个时候你再反过来 放你的车把反过来 同样你的反脚的反方向也要订车 去练习你的感觉 如果你已经练到颠后轮了 如果你练要侧跳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你的同级别的动作上 降低一个级别 进行反向动作的练习 就是将你的反脚在前 把你之前熟练掌握的动作再重新做一遍 比如说现在我已经很熟悉掌握了正反脚 还有侧跳 那个时候我的颠后轮就可以用反脚的状态下 进行一个巩固 正脚 反脚 反脚在向前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对你的大脑进行一个很重新一个思考 就是你感觉你颠后轮这动作已经学会了 但是反脚在前的时候 瞬间感觉又不会了 很多时候我在练习反脚在前的时候 经常会把我的主力脚 依旧放在这个正 我的右脚在前面 我经常会把我的主力脚依旧放在正面 但是这个时候是反脚在 你的正脚在反面的时候 你就会前轮会越跌越高 越跌越高 就像那一个新手重新练习一样 这时候你就要去克服这些障碍 同样你在定车的时候也有这些困扰 那么在蹬推的时候 再做一些其他动作 同样也有困扰 比如说我在正脚 正脚蹬推会非常非常的熟练 往后跳 都会非常的熟练 这时候你放了反脚以后 你就要重新感受一下 甚至你在做动作之前 你就不能靠下意识的方式去做 你就要思考一下 我该如何去跳 我动作结构是什么 以前困扰胶领期交的第一步 第二步第三步的感觉是什么 这时候你在重新回忆的时候 对你整体的知识结构 还有对你整体的车感都会有帮助 总之反脚在前 是让你提升一个新的感觉 打破你现在目前困扰住你的平静的东西 会让你的车技越来越棒 很多人说我还没有开始练习动作 我需要学习这个吗 那你会站立气行以后 你的反脚在前 也会增强你转弯的灵活性 文心小提示 在你进行反脚的训练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的大脑控制 和你的身体协调不开 你很多时候是高估了自己的身体 或者高估自己对这个动作的一个难度 那这个时候你最好是带上护推板 因为你高估的时候很容易配合不好 然后造成你打腿啊 或者是摔倒的情况下 一定要带好你的护具 感谢关爱本期 坤哥教演期 总之今天的反脚的训练 是提升你整体车感的一个 很好的练习的方式 那另一方面的话 很多人突破不了瓶颈 那你可以换一种思维 去用反脚的方式 增强你的大脑的感觉 我觉得总之来说 用各种的方式 只要你静下思考 总是能思考出来一些 对你进步有帮助的动作 OK 今天就是这样简单的 坤哥教演期 我相信大家只有更多人 参与到自行车的运动中 你在骑车的时候 才会更开心是吗 Everybody Hands up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